教孩子和孝敬父母的重要性, 驾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道老他也不偏离。 真言二十二比六 对父母,看啊,孩子是主的遗产, 子宫的果实是他的奖赏。 诗篇一百二十七比三, 不失账的,是恨恶他的儿子, 挨子的,及时管教他。 真言十三点二十四分 敬畏上主,必有坚强的信心, 他的子孙必有避难所。 真言十四点二十六分 趁着还有希望的时候管教你的儿子, 不要让你的灵魂放过他的哭泣。 真十九点十八分 愚昧束缚在孩子的心里, 但管教的杖必将他从他身上赶走。 真言二十二点十五分 不要不去管教孩子, 因为即使你用棍子打他, 他也不会死, 你要用棍子打他, 把他的灵魂从地狱救出来。 真言二十三, 一三到一四, 仗打和责备能赐人智慧, 独处的孩子却使母亲蒙羞。 真言二十九比十五, 纠正你的儿子, 他会让你安息, 是的, 他会为你的灵魂带来欢乐。 真言二十九比十七, 你的儿女必受耶和华的教训, 你的孩子将获得极大的平安。 以赛亚书五十四比十三, 儿子的人常常让他敢收到账, 好让他能因儿子而喜乐。 管教儿子的, 必因他喜乐, 并在所认识的人中因他喜乐。 教导儿子的, 是仇敌忧伤, 在朋友面前, 他必因儿子而欢喜。 虽然他的父亲死了, 但他就像没有死一样, 因为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和他一样的人。 他活着的时候, 看见他, 就欢喜, 他死的时候也不悲伤。 他留下了一位向敌人报仇的人, 以及一位对朋友报恩的人。 虐待儿子的, 必巴扎他的伤口, 他的每一次呼喊都会使他的肠子感到不安。 马不折断, 就会刚愎自幼, 独处的孩子就会任性。 溺爱你的孩子, 他会让你害怕, 和他一起玩, 他会让你感到沉重。 不要跟他一起笑, 免得你跟他一起悲伤, 免得你最后咬牙切齿。 不要给他年轻时的自由, 也不要对他的愚蠢行为视而不见。 趁他还小, 就低下他的脖子, 趁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打他的肋旁, 免得他玩梗不听你的话, 使你心里悲伤。 管教你的儿子, 让他做苦力, 免得他的银行迷犯了你。 希拉三十笔一副十三。 对于儿童,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出埃及记二十点十二分, 我儿, 你不可侵探主的管教, 他的管教不可厌烦, 因为主所爱的, 他管教就如父亲对待所喜爱的儿子一样。 真言三, 一一到一二, 所罗门的真言, 智慧之子, 使父亲欢喜, 愚昧之子, 使母亲忧愁。 真言十笔一, 听从生你的父亲的话, 当你的母亲年老时, 不要轻视他。 真言二十三点二十二分, 孩子们,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孝敬你的父母, 这是第一条有应许的诫命, 愿你一切顺利, 在世上承受。 以福所书愿以一三, 全心全意地孝敬你的父亲, 不要忘记母亲的悲伤。 请记住, 你是他们所生的, 你怎样才能拜达他们为你所做的一切? 希拉赫七, 拜二七到二八。 孩子们, 听我说, 你们的父亲, 然后就这样做, 这样你们就安全了。 因为主已将父亲的尊荣赐给了儿女, 也确认了母亲对儿子的权威。 孝敬父亲的, 就赎了自己的罪, 孝敬母亲的, 如同积蓄财宝的人。 孝敬父亲的, 必因自己的儿女而喜乐, 当他祈祷时, 他必蒙垂听。 孝敬父亲的, 必尝受, 顺服主的人, 必成为他母亲的安慰。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尊敬父亲, 并是奉父母, 如同是奉主人。 在言语和行为上, 尊敬你的父母, 这样他们的祝福就会降临到你身上。 因为父亲的祝福建立了子女的家庭, 但母亲的诅咒却根基被连根拔起。 不要以你父亲的羞耻为荣耀, 因为你父亲的羞辱并不是你的荣耀。 因为人的荣耀源自于父亲的荣耀, 母亲不孝就是儿女的羞辱。 我的孩子在你父亲年老时帮助他, 在他活着的时候不要让他悲伤。 如果他的理解力不够, 你要对他有耐心, 当你全力以赴时不要轻视他。 因为你父亲的解救不会被忘记, 罪孽将被添加来建立你。 当你受苦的日子, 这是必被纪念, 你的罪孽也会消融。 就像温暖天气里的兵一样, 离弃父亲的, 如同亵渎者, 激怒母亲的人将受到上帝的咒诅。 希拉赫丹底迪福十六 如果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 他们现在会哭泣, 但将来他们会享受。 如果我们不管教导我们的孩子, 他们现在会享受, 但将来他们会哭泣。 儿童是我们国家的未来, 但如果他们毫无纪律的老去, 我们国家的未来将何去何从。 成年人所有的坏习惯都是小时候没有纠正或管教的。 我们必须培养敬畏、爱、顺服神的孩子。 我拿了一块活年土, 并日复一日地轻轻地形成它。 时隔多年, 我又来了。 这是我所注视的一个人。 他仍然穿着早期的印象, 我再也无法改变他。